自从欧文出演德鲁大叔以后 体育明星棒猪吃老虎的戏码开始引爆流量 退役以后,铃铛也一度活跃在社交媒体上 今天就带大家一起来看看 38岁老将铃铛的退休生活 铃铛先是来到一个羽毛球馆 碰巧有两个老儿迷奸的壮汉在打球 于是,铃铛果断上前搭讪 毕竟谁也不想错过这样的对手 没想到这位壮汉口气不小 表示自己是趋级冠军 正在努力备战四级比赛 随后铃铛居然指导对方发球 这当老汉颇为激动 直言,我发球怕你都接不到啊 看到眼前的小伙子比较固执 老汉才勉为其囊的决定跟他打两把 谁知道铃铛根本不讲武德 冲上来就以强欺弱,以壮希老 各种细耍对手 再来,不是还有一些球吗 大叔,要不我也发三个球给你 你先去换球,要不我先去换球 好,大叔,那我就认真一点了 大叔,你这个脚位要再积极一点,不然你接不到球啊 你这个脚位要稍微再积极移动一点,第三个球了,大叔 你这个脚位要稍微再积极移动一点,第三个球了,大叔 无奈之下,区冠军只能缴械投降,彻底认输了 这事情传出去,多少有点损害了超级当的面子 不过,很快有个年轻的高手,在球馆里所向披靡 这也吸引了铃铛的注意 五球三胜,铃铛很快站上了赛场 但第一个球,超级当就吃了憋 第二球,铃铛果断扣杀,帮回一分 第三球,对手也是不逛着铃铛,直接说 这个球我不让你了 铃铛还一脸难以置信,可是接下来很快他就吃亏了 第四球,对手拿到赛点了,这下可得认真了 多拍箱时后,铃铛还是凭借经验,赢下了 第五球,铃铛就是铃铛啊 光剑球,大心脏,最后时刻逆转取胜 对手此时也是不装了,坦白告诉铃铛 刚才你可是小胜了世界冠军 铃铛一脸惊讶,对手此时摘下口罩 原来是苏迪漫杯男双五连逛的刘晓龙 既然对手不装了,那铃铛也就摊牌了 等铃铛摘下口罩,两人都直接看傻眼了 润 地 给